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又到了生物课的时间了 我是东兴国中的丰刃老师 还记得我们上次上课上的重点到哪里吗? 我们先讲了什么东西是生物多样性 那在后半段的部分呢,我们就开始介绍生物多样性对于我们的重要性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 上次我们提到呢,根据几个面向来谈关于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第一个是食,第二个是衣,住、洗、预乐,还有医药这几个方面 那其实一般来说,其实大部分的教科书呢,它都会一些以破体的方式 会先让你大概知道说,有哪一些面向 那告诉你有这几个面向之后要做什么事呢? 当然就是分门别类,就是去做补充跟说明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棉、麻、丝用来做布料 这个就可以连结到衣的部分,我们穿衣服的部分 那至于呢,像是做家具的部分呢,就可以连结到柱的部分 所以你看后面的课文的部分呢,你其实一个一个去把重点抓出来 你就会发现说,真的耶!它把食衣、柱型、预乐跟医药方面 在后面其实都已经做了解释了,所以我们在进行阅读理解策略的部分 有时候你要先知道,它一开始的这一句话在讲什么 跟它后面的一长串的内容在讲什么 当你有了这样的概念以后呢,你在阅读像是社会科啊 或者是自然科的部分呢,你会突然觉得你的功力大增 因为你瞬间知道这整个单元,它的大架构跟它的前后脉络关系是怎么样 所以像这样一段文章呢,经过你的吸收之后呢 你也找到食衣、柱型、预乐跟医药分别在哪些地方做描述之后 那请问我们要怎么样进行做产出呢? 假设今天老师要请你做一个笔记,是关于这一个段落 也就是生物多大性的重要性,那你会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做这个笔记呢? OK,老师这边做一个示范,因为它有很明确的分门别类 就是食衣、柱型、预乐以及医药的部分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老师提供给各位的参考 因为它的分门别类是非常明确的嘛 所以你想,我在做笔记的时候可以用像这种表格的方式 那既然它课本里面分了这么多面向 我就把这表格的栏位命名为面向 包括食衣、柱型、预乐跟医药,对不对? 那再来呢,后面你就可以用说明或者是例子的方式去进行详细的说明 举例来说,像以食物的部分来说 假设我们从野外的物种去找到抗虫或抗病毒的基因 就可以帮助你的我们人类的某一些农作物去解决它的病虫害问题嘛 或者像刚刚课本里面提到棉、麻、丝可以做布料 竹子跟松树呢,木材可以做家具 橡胶可以做轮胎 或者是说大自然环境呢,提供我们油气的场所 或者每个药厂它研发的新药成分 有可能就是来自热带雨林或是自然的生物的身上 所以你会发现,刚刚那一段那么多资讯的文字 当你重新统整过之后,用表格的方式 好,切好以后呢,有一些可能用箭头的符号 你会发现,很多的文字瞬间就被压缩变成这么精简的文字了 所以当这个东西,如果是你自己花时间 把那些资料整理之后压缩变成这样的资料以后呢 你就会发现,我在学习生物的时候突然变得很轻松 而且你可以就是更清楚去记忆 因为它的资讯量都已经变少了嘛 那你怎么去检验说,老师 我怎么知道我整理成这个表格之后 我真的学会了呢? OK,很简单嘛,你就找一个同学或是找老师 或是找你的爸爸妈妈 那个可不可以听我报告一下这个 那如果说你能够把这整个表格 像老师刚刚那样子很清楚的做陈述 就表示你不仅仅具有把资料压缩成资讯的能力 你还可以把资讯解压缩变成你的口头报告出来 所以呢,这就是老师刚刚在讲 就是阅读理解策略 你孝心有吸收、输入的策略 那你还有输出的策略 那输出去包括整理成像这样子的表格 或者是你用口头报告的方式呢? 去进行陈述,这是属于输出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生物很难很难 但其实呢,如果你能够理解这样的策略之后 你就会发现,其实学生物主要就是 你自己要花一点点时间去归类 去整理,然后去吸收 最后想办法整理出适合你自己学习的一个模式 所以呢,这是关于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笔记整理的一个建议 那再来了解完生物多样性的定义以后呢 还有它的重要性,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部分 下面这里有一张图呢,动脑时间 他问说呢,左边这是一个热带雨林的原始林象 然后呢,经过人工大量种植棕榕树之后呢 变成这个部分,然后这个题目是要问说 请问在开发的前后 这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有什么变化? 那生物多样性不是包含三个吗? 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跟生态系多样性 那各位比较这两个图 你觉得你会马上感受到哪一个多样性的差异? 哇,这里有好多种不同的树 不同的植物 但是右边这一张图只有一种植物叫做中柳树嘛 所以你们感受到那个最直接的差异是什么东西呢? OK,就是物种多样性嘛 左边存在好多种物种 但是呢,右边这边的物种明显少很多 所以你就知道物种多样性一定有降低 所以这是你应该第一个会发现的 再来,生态系多样性有没有改变? 其实是有的喔 你看,本来左边这个森林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的每一个地方 它的温度、它的湿度跟它的光照程度 这些环境因子都不太一样嘛 所以它就可以提供很多不同习性的生物畸形在其中 所以它左边这个图它的生态系多样性是高的 因为它可以提供很多不同的微漆地 或者是叫微生态系 给不同的生物去做漆形嘛 但是呢,当变成右边这张图的时候呢 它的这些地方 它的温度、湿度跟光照的条件就变得很接近 所以它的生态系多样性就会降低 所以除了物种多样性降低之外呢 生态系多样性也有明显的降低 那当这两个多样性都降低的时候 我们有办法去保证说 遗传多样性可以维持一个很多样的状况吗 当然就没办法嘛 所以当三个多样性的其中两个面向已经降低了 这个遗传多样性势必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从这个图变成这个图 也许让我们人类可以多了很多棕榈油可以做使用 可是其实呢,它牺牲的是整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 那当然在这种经济发展跟自然灵象的保护部分 其实呢,你总不能说 那跟老师,我们完全不要种棕榈素 那这样子地球上就没有棕榈油可以用啦 或说老师,那我们不要在巴西那边种咖啡 那这样全台湾就没有咖啡了不是吗 对不对?所以其实像这种在经济发展跟人类活动 跟自然环境的保护部分 说这它是一个非常难的难题 要去维护一个平衡 所以这个关于我们去开发自然的环境 可能造成的一些优点跟可能造成的一些后果 这个关于生态系多样性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呢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平台来看一下 我们看90年的这个基策题目 是关于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叙述 有关生物多样性的观念下列何者不恰当 所以他问的哪个是错的嘛 对不对? 生物多样性有利于维持生态系的平衡 生态系的稳定跟生态系的平衡还记不记得? 那时候是跟其中的物种多样性有比较直接的相关性 一个地区的物种越多 食物网越复杂 生态系就会越稳定 那物种多样性基本上也属于生物多样性的一环嘛 所以很显然这个选项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再来第二个问题 生物多样性有利于自然界中物质的循环跟能量的流动 这边所提到也就是食物链或者是食物网的概念 食物链跟食物网的概念也跟物种多样性有相关的 所以逼这个选项也是没有问题的 再来第三个 好,为了增加台湾的生物多样性呢? 那我就从很多国家去引进很多生物进来嘛 从这个国家引进10种,从这个国家引进10种 哇,这样台湾的生物多样性不是瞬间就提高了吗? 叮叮,对哦,好不好 因为像这种引入世界各地不同的生物呢 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像再等一下老师就会告诉你 引进外来生物会如何破坏生物的多样性 因为想说我引进了这10种 那假设这10种里面有一些是非常强势的物种 那它在台湾变得太强大 把台湾的本土种生物把它给消灭掉了 那不就是害到我们台湾的生物吗? 所以呢,基本上C这个选项是不对的 就千万不能随意引进外来生物 那因为严重的话 它如果大量繁殖去影响到本土物种的生存 那说真的,你其实是在破坏台湾的生物多样性 所以C应该是不对的 再最后,跟人类没有直接利益或关系的生物 也应该保留下来 各位觉得这个对不对? 请问你觉得哪一些野外的生物、动植物 野外的动植物会跟你的利益有关呢? 说真的,老师自己也不知道 举例来说,像某一些药厂研发的新药 搞不好它是来自热带雨林嘛 可是你在以前你怎么会知道 我这个新药成分是来自热带雨林 或是某一片草原的某一株植物呢? 所以虽然说 也许现阶段看起来跟人类 没有直接利益或关系的生物 但是未来 它有没有可能是维持人类生命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子呢? 说真的,没有人知道 所以即便现在跟人类是没有直接利益关系 但是不管是基于我们物质的需求 或者精神上的需求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想办法 让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呢? 是维持在一个很多样的情况 所以诸选项呢? 这个应该也是对的 那这样比较起来之后 我们就知道 错误的答案就是C 不应该随意引进外来种 好,这个关于目前这个部分呢? 我们用个简单的评量 来做一下测验 再来我们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知道生物多样性的定义 知道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之后 那我们就要谈谈 目前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哪一些危机? 好 所以第三个部分呢? OK,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这边有一个表格 列出生物多样性所面临的危机 所面临的危机 那么有一个美国的学者呢? 就把这几个危机呢? 用几个英文字母把它串起来 例如说 第一个叫做漆地破坏 他取第一个英文字母叫做H 第二个呢? 就是外来入侵 影响到生物多样性 I 还有污染 P 人口问题 也是P 跟过度开发 是O 所以一个美国的学者呢? 他就用一个HIPPO HIPPO 这个就是河马的英文嘛 用河马英文的开头 HIPPO 去呈现这五个 会影响到生物多样性 而且对它造成所谓的危机 所以在接下来的部分呢? 我们就会分别针对这五个呢? 去详细做说明 那我们现在看第一个 课本里面所提到的第一个叫做人口问题 诶? 人口问题会造成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吗? 你快想想想看 目前地球上的人口出现了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现在地球上的人口数量太多嘛 那这边有一张图呢 是显示就是说 从西元1750年来一直到 预估2050年 它的人口大概会有这么多 曲线的部分是预估的 实现的部分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人口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开始大量成长的 我们来看课文这边 他说呢 在二十世纪中业以后 世界人口急剧增加 那请问二十世纪中业是西元几年? 二十世纪是从一九零一年开始啦 那一九零一 就是叫做二十世纪开始 中业 所以呢 这边讲的大概就是一九五零年左右 一九五零年左右 那我们看完文章之后 再来找一下 这张图里面呢 OK 一九五零在这边 所以讲的应该就是这个点 你会发现 确实在这个点以前呢 世界人口的增长是比较平缓的 这个一代表十亿 二是二十亿 三是三十亿 四是四十亿 所以他是十亿 二十亿 三十亿 四十亿 这样作为一个单位 那横走呢 是西元年 在一九五零年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一条上升的曲线 变得比较陡一点点 对不对 表示人口增加是快速的 那我想问 为什么地球上的人口突然就增加快速了 你们可能在社会科 有学到一个概念 叫做工业革命嘛 就是说呢 其实地球 在过去一百年呢 一两百年其实经过几次 相当重要的工业革命 那这工业革命呢 我们知道它是造成 机械技术的快速发展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农耕技术变得更发达 像以前你种田去翻土 那个是要用人工去翻土 可是当农耕技术发达之后 你要快速翻土 只要租一台车 然后请他帮你开 那整片田不是很快就已经弄好了吗 或者甚至以前采收 不是可能用人工去割吗 现在甚至还有那个稻子的收割机 然后整台车开过去 那个稻子马上就收好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样农耕技术的进步 所以我们的粮食的生产效率就变得很高 那粮食多就代表可以养更多的人嘛 对不对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叫做医疗技术的发达 以前的人可能四十几岁 五十几岁之后 他就因为某一些疾病呢 可能就要离开这个世界 因为医疗不发达嘛 可是当医疗发达之后呢 说实在我们现在台湾人 活到七十岁八十岁 都是很轻而易举的事嘛 因为当你老了生病的时候 你去看医生 他都会很有效地去延长你的寿命 所以除了农耕技术的发达 粮食快速增加之外呢 还包括人老了之后 没有那么容易死掉 所以呢全球的人口就开始快速增加 那人口快速增加呢 可能会导致几个问题 例如说人口增加得太快 什么东西就会不够啊 地球上的各种资源可能就开始不够嘛 那这边讲的资源包括 就是说像粮食就是一种资源嘛 对不对 或者是石油天然气 这也是一种资源啦 像前阵子我们不是还经历过两次全台湾大跳电嘛 像其实未来台湾的能源应该要从哪边去获得充足呢 其实都还是非常难解的一个问题 所以当人口增加 那其实整个地球的资源又没有相对性增加的时候 未来可能食物会是个问题 能源会是个问题 甚至连水源都会是个问题啊 所以这个部分就属于资源的不够用 所以当人口增加资源一定会不够用 那就引起一些人类的战争等等之类的嘛 那当然这是我们不乐见的啦 那除了人口增加造成的资源短缺之外呢 另外一个 当人口增加地球的污染就会变得更严重 那这两个为什么会影响到生物多样性 你想想看我们人类用的资源 野生动物不是也要用嘛 所以当人类去占用更多资源 野生生物的自然资源就变少啦 那除此之外 我们对地球所造成的污染 其实呢是全球性的污染 不是指污染台湾而言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所造成的污染 它是个全球性的污染 包括人类居住的环境 或者野生动物居住的环境 其实都一起破坏掉啦 所以呢这样子当然就会直接造成 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下降 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属于人口问题 所造成的影响 那再来呢第二个问题 我们来看看可能会是什么呢 好左上角这边呢是关于漆地的破坏 那至于野生动物是动物的漆地 会受到哪些原因的破坏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当然我们只能想到 人类开发一定会对于野生动物的漆地造成破坏嘛 那当然除了这种人类开发之外 像一些自然环境 有时候可能森林火灾啊 有时候也会破坏漆地 或者是说全球的气候变迁呢 也会造成漆地的破坏 所以呢在这个段落里面呢 大概就告诉你 关于漆地的破坏呢 可能是来自这三种原因 或是这边所没有提到的 好那课本这边就以一个例子 来说这个可爱的生物呢 叫做石虎 这个石虎 这个石虎为什么在最近几年 就是说感觉它很夯 就有吉祥物出来 有周边产品出来 然后希望大家去保护石虎呢 原因是因为 在台湾本土只有两种猫科动物 其中一个是石虎 现在还有少部分的植物 另外一个呢 叫做台湾云豹 所以台湾本土种的猫科动物 就只有这两种而已 石虎跟台湾云豹 但是呢台湾云豹呢 据说在1980年中期以后 就再也没有任何人去看过它的中营了 所以呢科学界已经在2014年的时候呢 已经宣布台湾云豹 已经从地球上取搜了 所以呢全台湾本来仅存的两种猫科动物 现在有一种已经挂点了 那现在只剩这一种 要不要好好去保护 当然要嘛 但是石虎现在面临了什么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呢 今天这是石虎 它在山林里面本来的7地是这样子 所有石虎都可以在它的自然环境里面 快乐去成长跟生存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人类为了要开发交通 可能一条马路就这样过去了 也许是高速公路 又或者是公路等等之类的 就这样子开过去 然后这边再开一条马路 就把它原本的整个7地呢 切成像这样很像一个一个的孤岛 那当你形成这样孤岛的时候 你看 当石虎要穿过这一些边界 这一些马路的时候呢 就很有可能会被车子给撞死 这个名字叫做路杀 就是路杀 就当野生动物呢 穿过公路结果呢 就被来往的车辆给撞死了 这叫做路杀嘛 那原因是因为我们去开了这样的公路 然后造成他在穿越的时候呢 就可能被杀死 那像这个问题 各位觉得要怎么解决 这本来是人家的家 那我们把它开过去 然后造成路杀 然后造成他本来的棲息地受到影响 那你总共说 老师那这样不要开路 不要开路 你很多地方会没有办法去 对不对 所以呢其实呢 那我们这边就要提一下 关于保护石虎 我们有哪一些作为可以做 你可能说老师 这个开路也不是我开的啊 我可能也没有再走这一条路 所以这件事你可能没有办法 OK 以前的人就是对于生态的保育 就是说今天人类有需要路就开过去 可是他不太会去考虑到 这个地方原始的生态可能遭受影响 可是随着时代的慢慢进步 就是说大家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嘛 就知道说开路是必要的 可是在这情况之下 我们有没有可能尽可能 让这些野生动物植物受到影响比较小 所以呢 未来假设你成为一个工程师 或者建筑师 你在规划这些东西的时候 路也许一定还是要开对不对 那有什么方式 你可以维持让他们去穿越 然后是不会受伤的 所以有一个工法叫做生态狼道嘛 例如说呢 在盖这个公路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就在上面 或者是下面去弄个生态狼道 然后呢 它让石虎或是其他野生 或其他野生动物可以走过去 那就不会去遇到这些车嘛 那当他们这样走习惯之后呢 他们就知道说 不要从底下的公路去穿越 所以呢 这就是在建筑学上的一些经济嘛 那如果说 你今天从来没有这样的观念 你不去管野生动物的存活的时候 你会有这样的作为吗 当然就不会嘛 但你可能想说 老师 我又不一定会成为土木工程师 我又不一定会做这件事 那还有什么作为可以做呢 所以呢 老师这边呢 要给你们介绍一个很有趣的网站 你看 这个网站呢 它叫做阿虎加油 石虎保育大使 那你看这个网站呢 它整个设计是非常可爱 有没有 它会跟你记得石虎它的身家调查 例如说它喜欢吃什么 还有包括石虎它的外观是长什么样子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座的各位应该很少有机会去看到石虎 因为石虎它主要是生活在森林的地方 跟可能平地的交界处 那尤其是你中部 像是台中苗栗跟南桶那边的山区 会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各位可能比较少机会去看到这个东西 那我们还是稍微来认识一下 一般人如果没看过石虎 你第一次看到 应该会说 诶 那边有一只猫 诶 可是其实石虎跟猫 外观上是不太样 举例来说 右边是一般我们常见的家猫 或者是那个米克斯的那个猫种 对不对 我们来看左边这是个石虎 那石虎呢 在特征上 我来看一下 第一个 它在两个眼睛中间 这里会有很明显的黑白的条纹 有没有 但是在一般我们的家猫呢 这两个条纹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这是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 在第二个特征呢 石虎身上的斑点呢 是黑色或者是褐色 而且是一点一点小块 不像一般的家猫 它可能是比较长的条纹 所以有些人会把石虎叫做爆猫 爆猫 是因为它身上的花纹很像爆 很像爆 那再来了 第三个特征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个特征在底下这里 在底下这边 第三个特征就是石虎的耳朵 后面会有两块很明显的白色斑点 然后旁边是黑色给包围起来 所以要是你有机会看到石虎的背面 你会发现它跟我们家猫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三个特征呢 可以帮助你去快速让 帮助你让你知道说 我现在看到的是石虎还是一般的家猫 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以照片来看呢 这个有看到 哪一只石虎 这一只石虎有没有看到 很明显的白色条纹 那当然左边这一只石虎 它拍的是小猫咪的样子 看起来很可爱 那它长大之后就是说 会有点像它 可是成猫还是可以看到明显的 白色跟黑色条纹这样子 所以这是石虎跟家猫的一个差异 那如果说以身上斑点来说呢 如果你看到像这样 很多比较小比较细的斑点 而不是像这种条纹 这就很有可能是石虎 那再来呢 这关于石虎外观的辨认 那当初为什么会 大家开始重视石虎呢 这边要讲一个故事 就是说 其实在南投集市这边 有一个叫做 特有生物的保育研究中心 在南投集市这边 那其实呢 在2011年的时候呢 有一只母的石虎呢 就被送到这个特生中心 特生中心 那为什么被送过去呢 是因为这一只母蛮 母石虎呢 他在森林里面 不小心去踩到 那个人类色的捕兽甲 结果呢 他的前肢就被夹住了 然后他就一直挣扎 一直挣扎 他在挣扎的过程中 他连他的后肢 其实也受到很严重的损伤 然后等到送到这边来 因为他已经被夹住太久了 所以呢 最后的结局就是怎样 他的前肢必须被截之 连后肢都必须被截之 所以呢 这一只妈妈 他就没有办法再回到森林去了 那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是妈妈呢 是因为 那个抓到 抓到这一只石虎了 有发现了 这个妈妈 那个母石虎 他的乳头稍微有一点肿胀 所以呢 表示他是正在捕育 又石虎的一个妈妈 那你看嘛 今天妈妈 他如果在这边 没有办法回到自然森林去 他是不是代表他的孩子 他也势必要饿死 所以呢 大概在2011年的时候呢 特生中心呢 就有一个非常 非常有爱心的 他就觉得 今天我们如果想要保护石虎 就要帮助大众去认识他 所以整个石虎计划 大概就是这样子整个展开来 所以呢 像这个是某一个设计师呢 像这个姚采黎 他所创作出来的 关于石虎的一个吉祥物的特征 这样子 那么呢 你认识了石虎 我们怎么去帮助他呢 OK 我们来看一下喔 因为石虎呢 他其实都是在森林跟平地的交接处 像这种地方 常常就是可能我们 种农作物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呢 今天 这一些地的主人 他一开始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可能很讨厌石虎 因为他就不希望有石虎跑到他的田里来 或是跑到他的鸡舍去把鸡给吃掉 对不对 所以一开始很排斥 但是当他们慢慢知道石虎它的重要性之后 就开始要 就有一些农夫 他就开始说 我来进行一些友善的农法 或是这样子来保护石虎 那他能够做的事就是怎么样 他们就尽量不要去放老鼠药 因为他们放老鼠药可能是要杀老鼠 避免他们到时被吃掉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开始不放老鼠药 他像这样的农家为了石虎的保育 配合一些农法的改变 这个我们就把它叫做友善的农作 那农夫他们可以做这样的努力 那在座各位可以做什么努力呢 农夫已经这么努力了 可是你知道吗 像这样子他们做 他们的农产的效率会降低 对不对 所以我们能够做的支持就是说 我们可以试着去买这些农产品 当他们发现说 所以有越来越多人愿意去支持他们这样农作物之后 他们就更愿意在农法上去做改善 去支持石虎的一个生态 所以在座各位你在电视机前面 不管你是爸爸妈妈或者是小朋友 其实虽然你可能离石虎还蛮远的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想办法尽一些心力 去支持这些农人 然后让这些农人有更多的经济 可以去支持石虎的保育 所以我们今天关于漆地破坏的部分 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那剩下的部分我们就等下一节课再见 谢谢各位